2021年至此 各家的大小旗舰都已经发布完毕了 但今年是对各大安卓厂商不太友好的一年 火龙888可以说没人可以很好的驯服 各家机型的表现也是千差万别 之前我们也做过了一期驯龙高手专题 有兴趣你可以去翻看一下 麒麟性能虽然高歌猛进 但是遗憾又无心可迈 时至今日 地表最强SOC 记者们都知道肯定是A15了 那他们的差别到底有多大 实测游戏各个环节到底怎么样 极限性能又在哪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九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小白测评2021年度旗舰SOC性能大横平 我们马上开始 对面向我们走过来的是矫健的参赛选手们 首先是麒麟代表队 华为Mate 40 Pro 5G 虽然人数不多 但他依然坚守使命 A系列代表队自然是苹果最强的13 Pro Max 这次A15刀法精准分成了三档 后面会详细展开亮相 最后是浩浩荡荡的骁龙代表队 选手众多 为了防疫要求控制人数 在上期的预选赛中 荣耀Magic 3 Pro 红膜6S Pro iQ8 Pro 算是脱颖而出 代表88 Plus参赛 提前说明 本期是最强旗舰处理器的极限性能测试 日常是没事这么干的 大家理性看待 仅供参考 OK 现在把开赛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我们正式开跑 首先是理论跑分 Gate Bench 5 CPU单核性能 13 Pro Max 1742分 88 Plus这边最高1186 麒麟9000 单核最低仅1010 以88 Plus为基准100% A15强了约46% 多核上 13 Pro Max 4880分 iQ8 Pro 3728 A15依旧有约30%的领先 麒麟子和高通大差不差 GPU上 3DMark Wildlife极限测试 累计20轮跑分 测试SoC在连续高负载下的性能表现和衰减情况 第一轮A15最高得分 11528 麒麟9000 6906 骁龙最低5908分 换算成百分比 A15极限性能接近骁龙的两倍 麒麟这边也比骁龙强一些 领先约17% 当然跟A15还是有比较大差距的 当然这只是第一轮不到一分钟的表现 20轮持续高负载下 荣耀和iQOO趋势基本一致 最后都在3800分左右 但前期跌幅荣耀相对来说要明显更慢 性能更稳一些 鸿膜6s Pro作为游戏手机 肯定不能扭捏 非常激进 全程发热不降频 即便是这样不顾一切的疯狂跑 也刚好追上发热降频的12Pro Max A14 麒麟9000前10轮表现不错 后续由于发热降频 性能跌落质和骁龙一个水平了 13Pro Max性能衰减相比于安卓要快了不少 第三轮直接跌到了8000加 跌幅26% 和12Pro Max A14是非常相似 但和安卓这边的个位数相比 这个下降比例也是非常高了 查看此时电池温度才不到32C度 这温度真的不高 那就只剩唯一一个因素了 就是为了控制功耗 第一轮测试A15的顺势功耗也达到了9.1瓦 基本持平骁龙和骑龄了 虽然性能更强 但是在这个功耗下发热快 能效比低 降频也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综合20轮的测试成绩 A15整机平均功耗 4.28瓦非常低 相比于88Plus低了1瓦左右 红膜调度激进 发热导致后期功耗变高 达到了11.14瓦 非常恐怖了 这种极限测试也算让大家看到了 不加任何限制 满血跑的88Plus的疯狂表现 换算成能效比 除了红膜6S Pro 所有机型降频后都有一定的提升 A15的13 Pro Max提升最多 约54% 长时间运行A15 整体能效比几乎是骁龙和麒麟的两倍多 大家把离谱两个字打在公平上 最后我们都测试了 大家调侃iPhone所谓的游戏模式 也就是低电量模式 13 Pro Max连续20轮跑分测试 基本一条直线 性能释放非常稳定 性能损耗仅为2.4% 7498分的成绩 依然吊打满血88Plus 整机平均功耗3.6瓦 能效比依然非常高 低电量模式下是骁龙的3.3倍 连续20轮跑分长时间测试 也是骁龙的2.4倍 麒麟9000这边 整体要略好于88Plus 但是招A15同样还是差很远 发热环节 依旧是极限测试 10轮连续高强度跑分 还是再说一次 这仅仅是一个极限横屏测试 日常没人会这么干的 大家先坐稳 性能功耗拉满的红膜6S Pro 机身背面达到了62.1摄氏度 50多度的时候 这手还摸一摸 现在这手是真的不能碰了 我们测试了几次都在60度以上 两款iPhone基本一致 也都能达到50度以上 iQOO和荣耀 由于性能损耗幅度大 且散热的堆料多一些 使得发热并不是太高 麒麟9000虽然性能损耗最大 但是前10轮依然是比较寂静的 发热也达到了52.62摄氏度 低电量模式下的A15 则成为了一匹黑马 10分钟机身正面仅为40.90摄氏度 背面最高45.52摄氏度 所以如果你就是日常使用iPhone 没有什么特别重度的场景 低电量模式甚至可以长期开 理论环节总结 跑分上麒麟9000和骁龙88plus 可以说互有胜负 综合麒麟肯定要更好一点 具体要看实际的调校情况 A15理论性能肯定是最强 但极限发热其实也不低 低电量模式下的A15 应该是iPhone上最强的存在 我们把大量测试 总结了一个表格 你可以暂停查看 如果以88plus为基础100%的话 麒麟9000 CPU部分略弱 GPU部分更强 总体是持平88plus 但是麒麟的综合能效比 高出约7% 满血版A15这边 性能是骁龙的157% 综合能效比是骁龙的214% 麒麟这边也差不多 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骁龙老弟你真得好好加油了 OK 纸上谈兵结束 我们实测开跑 依旧是全程付费 ProofDog 这次单测试环节 差不多本期花了近1000块钱 是大家三连点赞的时候了 小白测评数据库 二十管硬两轮打开测试 13 Pro Max 三次平均92秒 非常流畅 红膜6S Pro紧随其后 94秒也表现不错 但注意 红膜是16G内存的版本 Mate Slim Pro是8G内存 续航方面 小白测评数据库 三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13 Pro Max 剩余68% 位列第一名 红膜3小时剩余58% Mate Slim Pro略差一些 五小时重度续航测试 13 Pro Max 剩余35% Mate Slim Pro 剩余14% 荣耀Matic 3 剩余8% 整体下半年发布的 几款88 Plus的机型 续航表现都一般 都不如709000的Mate Slim Pro 但表现最好的 依旧是能效比最高的A15 关于小白测评数据库的 续航测试模型 这视频的最后 我们还会详细展开 在游戏方面 老朋友元神 我们之前都测完了 直接给大家放结果 你可以暂停查看 总结就是 苹果依旧很领先 iPhone这边其实帧率和线染精度 并没有比骁龙高很多 极限帧率甚至骁龙还要更高一点 A15和前面的指面测试是一样的 主要就剩在能效比上 不过本期既然是性能专体 我们就再加大压力 炸的它一滴都不剩 加入光明山脉 实测结果 第一名依然是13 Pro Max 不过强入A15 面对光明山脉这个变态 平均也就46.1帧 掉帧非常严重 但这已经是最好表现了 第二名荣耀Magic 3 Pro 平均达到了41.6帧 第三名红膜 平均39.2帧 麒麟9000的Mate Slim Pro 由于散热一般 整具游戏平均仅为34.4帧 持平A14的Sharp Pro Max 表现非常一般 iQOO这边是最差的 仅为32.2帧 测试完感觉不太对 麒麟上面看着没这么差 我们又专门测试了一下 华为的P50 Pro 平均帧率41.7帧 基本可以维持在40帧以上 明显也好于Mate Slim Pro 调度上也更加激进 单从帧率上讲 麒麟9000和调教较好的 骁龙88 Plus基本一致 功耗方面 13 Pro Max 整机平均4.2W 红膜最高7.05W 换装正能效比A15最高约10.98 骁龙这边最好的6.79 持平麒麟9000 Mate Slim Pro应该是调度偏保守的原因 不如最新发布的P50 Pro 发热方面 iQ真力最低 发热也最低 除了红膜 其他几款机型都大差不差 50度左右 P50 Pro要更高一些 达到了50.60度 在前面黑山内期 我们聊过一次 由于原神各家 目前都有不同的小动作 各种特殊优化 或者说什么去面屏 非去面屏 各种品牌的渲染分辨率 和画质都不一样 导致非常复杂 这次我们也专门 把光明山半的 渲染分辨率看了一下 目前各个品牌 各机型都是一样的 这就可以更好的统一变量 和原神相比 对于极限性能释放 参考对比性也要更强 后续我们也会将 光明山脉的实测 陆续更新到数据库小程序 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 整理测完之后 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事 A15在第一轮跑分 和极限游戏的时候 这前一分钟左右 SoC的性能和功耗 都基本拉满 这个瓦数也是非常高了 和一众安卓和麒麟 是差不多的 但苹果的极限性能 维持时间是非常短的 一分钟后就出现了枪频 功耗直接减半 A14也是如此 后续的长时间运行 苹果会将性能降低 到低电量模式附近 CPU和GPU的主频过高 能效比会降低 低电量模式 也许就是苹果找到的 一个综合功耗的甜点 也就是除了跑分和极限测试 在各个项目的实测中 苹果都把功耗维持 在低电量模式附近 以获得一个不错的能效比 这也就是所谓的定功耗 通过控制功耗这个值 来整体调整A15的性能释放 这种控制性非常强的策略 也就只有自己的处理器 配合自己的手机 才能玩得赚了 当然有小伙伴会问 但为什么这手机 就不直接默认 低电量模式开启使用呢 开启低电量模式之后 这屏幕会限制在60Hz 那我这iPhone 13 Pro Max 不就白买的吗 但对13和13 mini用户来说 其实你长期开着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 2021性能横屏总结 苹果强吗 这A15真的是不服不行 但一些人说的 A14到现在依然能够吊打 也没那么过 除了跑分环节胜出 游戏和其他实测 并没有啥优势 由于大的ID上并没有变化 iPhone依旧没有空间堆掉散热 但依靠较高的能效比 在各个项目中表现都还OK 依旧是总结了一张表格 大家可以暂停查看 麒麟那边由于没有更新下一代 也不知道下一代啥时候能来 就是麒麟9000 整体表现也好于骁龙 这一代骁龙确实有些拉了 游戏手机保证率 功耗和发热都是过高 iQOO和Vivo表现都比较一般 在上期88PLUS的横屏之中 表现相对比较好的是荣耀 凭借不错的调度策略 才使得88PLUS的游戏表现 基本持平麒麟9000 整体来看 麒麟9000大于等于骁龙88PLUS 但远不如A15的性能和能效比 注意我们前面对比用的都是 Pro Max的满血版A15 卡特也说了 这次A15其实有三个 13和13mini上的是GPU残血版 缩水了一颗GPU芯片 mini6是双残血版 两个主频都有降低 GPU虽然介绍参数和13Pro一样 都是5核图形处理器 这个在最开始我还感觉非常惊喜 但使用中它却有降频 全部实测完 我们又总结了一张表格 你可以暂停查看 你想了解的 基本这里边都有了 是大家三连的时候了 这次我们以满血版A15为基准100% 跑分实测 CPU单核 13和Pro是一致的 但由于机身散热不如Max 多核略弱一些 GPU少了一颗核心 理论性能上低了约13.2% 综合一下13标准版的A15 是13Pro Max上满血版的A15 94.3%的综合性能 mini6上的A15 CPU主频降低 单核91.9% 多核93.8% GPU差不多是满血版的91.3%的性能 但是它还是强于 直接少了一颗GPU核心的13标准版 还是综合一下 mini6上的这颗A15 是13Pro Max上满血版A15 92.3%的性能 稍微有点复达 你可以倒回去再看一遍 mini6虽然如此 但是长时间极限测试的话 由于机身大 散热要更好一些 mini6明显要更稳 连续20轮的测试 在第三轮就反超13Pro Max了 平均成绩高了约2.5% 且性能下降速度也要更慢一些 持续输出的性能损耗也要更少 不过随之而来的 也有功耗变高 能效比降低 平均7.13瓦 能效比是13Pro Max的61.5% 13是13Pro Max的86% 针对来看今年A15最强的还是13Pro Max上的满血版 性能强能效比高 但性能持续输出上 比如说你长时间玩大型游戏 长时间重度使用 还是不如mini6上的这颗降频A15 而13标准版的A15则是正好处于两者之间 刀法精准四个字必须打在公屏上 iPhone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非常设计驱动型的产品 但凡多给处理器一些散热加持 A系列就可以发挥的更猛 但这么多点下来 苹果还是更希望追求影像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 如果有空间 苹果还是更愿意给它的摄像模组 大家吐槽很久的降频降亮度的问题 依旧会长时间的存在 但小龙就不同了 厂商重多 类型重多 可供发挥空间也更多 大众营户并不是都喜欢别人替它做选择 但就是希望明年真的不要这么热了 性能横平至此就都结束了 但就这期视频 我们还想再聊一个话题 就是续航测试 其实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也简单聊过 为什么数据库就一直选择在WiFi环境下测试呢 一个字 控制变量 数据库的核心是统一性 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统一标准 控制变量 只有这样的数据才有相互之间的对比性和参考性 而拆卡确实会带来很多不可供应素 运营商就是三家嘛 然后是4G 还是5G 还是45G来回跳 不同地区的基站信号情况 不同时间段基站的负载情况 不同时间段不同运营商基站的负载情况 不同时间段不同地点不同运营商的负载情况 这有点绕口令了 但确实就是这样 还有不同地区的环境温度 不同时间段的信号强度等等等等 每增加一个变量 实际测试量都是呈指数级的暴增 你随便加几个就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测试任务了 这时候肯定有小伙伴会说 你不管怎么说 这不插卡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肯定是没错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插卡是要比WiFi要更耗电一些的 但我记得数据库的某期视频下面有个小伙伴评论说的不错 如果你觉得在WiFi下的数据库续航参考值相对比较低 那在插卡流量的环境下续航测试的参考值就更低了 不知道评论这句话的小伙伴有没有在看这期视频 我们这次专门做了一个测试 首先在工作室的环境联通5G的情况下 我们工作室的联通信号其实比较一般 13Pro Max 1.5小时的测试 相比WiFi环境要多了6% 插卡确实会更耗电 另外我们又去了武昌中心城区某美市城和地铁 这两个生活中非常典型的场景 统一联通自动5G专门跑两个小时的续航 实测后 首先这个地铁的结果让我们有些意外 本来以为地铁会更差一些 基站切换会涂增功耗 但综合下来实际却要好于另外两个场景 最后这张综合表格你可以暂停查看 不同场景间最大就已经产生了5%的差别了 注意这仅是两个小时的 那换成五个小时呢 这差别就会进一步拉大 这也就是之前我们统一专用的WiFi测试续航的原因 不是我们不想跑 是跑了反而差别更大 其实之前我们说过很多次 数据库仅仅是一个测试模型 现在每道数据库环节我们都会有一个定真图 它肯定是不能符合某一个人的习惯的 它也绝对符合不了 谁会连续玩5个小时的手机 很多标准的 其实我幕后都做了大量的符合验证 反复对比可行性和落地可执行性 才最后制定的 它也不断在完善之中 其实数据库更强调的是统一性对比性 数据库内部相互之间进行对比 比如我们在全网有1000多万的订阅粉丝小伙伴 那就有1000多万种不同的使用场景 是不可能控制所有变量的 希望大家理性看待这件事 最后我们经过各种调研讨论和实测 给小白思评库的续航模型 做出两个更新 第一我们尽量平衡小伙伴的需求 也算是进一步增加测试压力 我们决定引入WiFi60%和插卡40% 两者共存的续航测试新模型 小白思评库过三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不变WiFi环境 可以对比不同机型的基础续航优劣 后续增加的两个小时游戏 我们采用插卡5G流量进行测试 当然就像前面说的 不同应用商不同地点 这依旧肯定和你的实际场景是不一样的 大家理性看待 另外还有一点 发布的手机真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机型都进行测试 每一个都给它更新数据库 一个机型的数据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都更新 实话说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那个实力 理解万岁 数据库的小程序里面 目前的续航测试依旧是WiFi下的 后续我们会逐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复测和更新 这将是一个异常庞大的工程 带有一定的量之后 我们会统一更新公告 第二就是续航环节的进一步完善 新增跑到关机的极限续航测试 彻底解决部分机型 开齿坚定 最后尿崩 或者正好相反的这种情况 更加真实的反映手机的续航表现 这个模型即便现在这样 它也肯定不是完美的 或者说它永远完美不了 但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我们会尽量的去完善 持续更新 继续免费分享 还是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对了 如果你在全网各个平台有看到 盗用我们数据库的情况 记得帮我们点个举报 特别感谢大家了 OK 这期又是性能又是续航 聊了这么少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 记得给我们下方点个赞 我要的不多 五万就可以了 更多能和精彩 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观众小白测评 不关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